我们打鼓的时候念公事半 公事半 公事半晚 半失事 就是不可人老我义啊 别人在那边做得很辛苦 我却在那边啊 那么 这个逍遥 只图自己念佛 我用功 我念佛 拜佛 诵经 别人做得办事 同一个常住的东西 同一个常住的东西 大家都跑去念佛 拜佛 饭谁来煮啊 我来煮吗 那厕所呢 记得这里通通叫做常住 任何事通通叫做功德 要有这种观念 底下说 不能只顾自己 念佛 拜佛 诵经 这是属于诗人的事情 如果不发心在这个公事 一味的自私 只顾自己的念佛 拜佛 这样的修持 还是执着我像 修行本来是要破我像的 就哦 我要赶快念佛 拜佛 那么一切公事通通交给别人 太多人这样子了 心地只有越来越窄 一辈子无法解脱 所以你看广经脑上都了不起 意思就是念佛的人 本身就是要平等 无我 这样叫做修行 为什么 这观念嘛 我就是用功念佛 拜佛 哦 佛才来接你哦 那那这些扫厕所怎么办 没有这样子吧 所以看你的念头 在佛堂自私自利 不能解脱 少厕所大公无私 少厕所解脱 要记住师父的话 我先来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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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